打一次它这里有个岩石 这里有个岩石 这里有个岩石 6.5 你输生带开得越慢 它这个岩石越大 输生开得越快 它输生带这个岩石越慢 越小 就这样子 就说比如说从光电检测到达码这个地方 差不多要0.6秒的时间 那我就这里做个600 不可以了 如果是0.5秒我就做到500 就在从光电检测到 这个输出一下开始就放时间到这个位置 就是的 你可以根据这个调 那它这个岩石虽然是确定了 当然也是可以调整那个输生带的速度 它也输生 调整输入了 你输生带越快 那么你这个岩石就要越慢 越小 因为你这个光电检测到一下子就过去了 一下子过去了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本来是从这个中间打的 还可能你要是现在调高了 还可能在这里打的 输生带越慢 这个岩石就要越大 对 是这个意思 越快这个岩石越小 要越小 对 越慢的话就越慢就越大 就越慢 越慢就越大 越慢还要越大 对 越快就越小 这样子 因为它快的话 它从这个光电检测到 它越快就要越小 就要快一点打 对越慢 越慢的话就越大 因为它它慢了的时候 它到这里要移动的时间了 这个是 那就说我既可以 这个关键是没 是固定死了 对吧 你可以随便放 你可以任意在这个位置可以放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调 这个也可以调一点点 对 你随便可以帮他 对 对 这个也可以调 然后这里也可以调 对吧 对 这里也可以调 对吧 对 我一调它的速度也来 你最好就是说 你到时候过去了 你就让它把这个速度 开到最快 开到最快 然后这里大概是 如果它在最快的话 应该是一百多 应该是一百多 你看这个光标 在这个标 在什么位置就可以了 看这个位置定在什么位置 你这样走过去打码 你打不到 你就把时间做长 你把时间缩短 你快了吗 你缩短 如果一卡到慢慢的 它就这个地方 这个边点出了一个字了的话 然后你把它再减少 它就会发动进来 你这个几秒就相当于650了 6秒就相当于650了 对吧 它是毫秒直上的 毫秒是吧 对 对 这个单位是毫秒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你就是调节左右的位置了 对吧 这个 这个就 这个位置就没什么调了 对吧 这个反正聚中了就行了 对吧 这个位置你要看 因为它装的时候 前一点 它可能打码打在这个位置 扣一点它 把打码打这个位置 你要看到这个位置 你要打到这个中央位置 你要看 你走一个 你放一个合作 这些空间的走过去 你看到它打在什么位置 你说打到这个位置 那我就把这个杆子往前挪一点 这个可以 这种杆子往前挪一点就好了 嗯 就是这里松架就能移 对吧 移这要是挪移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 这要是移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也可以移 因为这个是移刚刚的这个 你这个这个 这个幅度不大了 是吧 你可以移它就这里来 这个也可以 这个这两个都可以 这是一根杆的 对啊 就一根杆 就一根杆 抓住这种螺丝 偷一个地就好了 因为你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个是平的 你走着你爬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盆码的 你看这个土 你这个螺越近越好 这样能过就行了 越清晰对吧 对越清晰 你要是爬得越高的话 肢体越大越模糊 嗯嗯嗯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这样的